要说到提速最快的平民SUV神器 李亚迪堂了 它虽然是2015年上市的一款混动车型 但是由于其独特性的性能优势 一直占至新能源汽车销量榜的top尺之内 百公里4.9秒的加速时长 一直是该车最大的亮点 这样的数据可以轻易秒杀一些百万级别的豪车 毕竟在这样的价位下 百公里7秒的加速时长 已经非常亮眼 最称比亚迪堂 是平民车中的加速王者是当之无愧 在街上一款30万左右的腾市 盖车的百公里加速 虽然需要接近10秒 但是在加速时速60千米时 只需要4.6秒的成绩 却十分亮眼 作为一款引领性能源潮流的电动车 腾市在环保节能 安全舒适和品质保证上 都位于前列 在基础上 腾市整合了比亚迪 核弹摩洛双风的优势 有望成为了这些精良电动车的专业生产商 上级的荣威2X5性能源汽车 在加速方面依旧很出色 它加速到60千米 只需要4.8秒 在价格上 荣威2X5只需要20余万 这在电动领域 属于是十分优惠的范围了 不过在内饰做工方面 它确实不如30万的同事 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 车主还得根据实际情况 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才好 对身体没有什么看法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 收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